你们睡了吗兄弟们 我被这个游戏气得睡不着 来让你们看看我遭遇了什么 这时候呢 我的队友在跟敌人对峙 我怀疑这个敌人呢 应该就在这个二楼的阳台上 所以说我就过来拍点 大家看我特别谨慎 特别细节 看到没有 我续晃一枪 就看敌人露不露 敌人没露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我还是怀疑他在这个阳台上 然后我就起身 跳起来看 没有看到敌人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所以说我准备走进瞅一眼 走进之后 我用这个余光 膀胱看了一眼没有 然后我就开始怀疑 敌人是不是藏在这个 屋顶的夹角这里了 然后我准备过来卡试一下 抽一眼 这时候我发现好像没人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没错 这小子就在这个阳台上 我真的是理解不了 我刚才跳起来看也看了 走进也看了 就是没有看到他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时候我爬进来了 我队友也在旁边对吧 我以为我能活 结果下一秒 我被炸死了 被谁炸死了呢 被队友 看到没 就是被这个队友炸死了 我当时很气 但是我没说什么 别人都是路人队友 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 所以说我就复活 准备跳伞 开车再回去跟队友会合 我往迈克家里这里跳 因为这里是会刷车 大家注意看 这时候我也非常的谨慎 我还回头瞅一眼 看后面有没有人 发现没人 这时候大家也注意看 前方目光所及 5000米也没有人 对吧 这里有辆车 这时候我还是不放心 我担心这个迈克家里有人 我还往迈克家瞅了一眼 看了一下没人 然后我就准备落地 收枪 准备开这个车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看 前方来了一辆车 一看就是一个满面队 我都看出敌人探头了 这时候我发现不妙 然后我就准备反打一手 因为当时我也想了 如果我开车 肯定要被摇成筛的 所以说我准备反打 炸枪之后 然后我动手就被你开了 大家猜我是怎么死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晚上睡不着的原因 我太惨了 我被车一屁股给砸死了 我真的 我太惨了 拍到 mouths 来给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